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开始点头了 生活当中如果我们住的楼电梯坏了 那真是麻烦呀 上上不去 下下不来 但顶多也算是生活的琐事 如果我们人体大楼的电梯要是坏了 那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今天我们就说三位住户 他们是典型的症状 我们来看关键字 谢 憋 重 怎么回事啊 一味一味地来了解 看看各位自己身上有没有这样的特征啊 第一位 我打赢了癌症 却差点败给拉肚子 癌症 拉肚子反差够大的 拉肚子好多人都有啊 这是肠胃问题吗 我们再看啊 我才53岁 却被确诊为呼甩加心甩 那肯定是呼吸甩节 心脏甩节 这是心肺有问题呀 再看第三位 我最怕生气 好几十年的慢病 生气就加重 慢病很多叔叔阿姨都有 情绪问题 很多疾病都和情绪问题相关啊 感觉这三位 症状都不相干 各有各的问题 可是要跟大家说 他们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人体当中的 这个大楼里的电梯 都出现了故障 哟 那就想了解了 我们人体当中 这电梯是什么呀 代表了什么呀 咱自己有没有问题呀 怎么这电梯坏了 哪儿哪儿好像都不好了呢 跟大家说 这三位患者 不是我们虚构的 是我们的专家 真实的患者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 两位来到现场 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病例 咱们赶紧请专家了 掌声欢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中医科主任冯翠玲 掌声欢迎冯主任 欢迎你 你好 健康好油 看油酸 鲁花高油酸 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香味多多 鲁花高油酸 花生油 风主任好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三位患者的一个情况 但是三位患者的病情 各不相干 可是我们知道 他们共通身体当中的 那个电梯是失灵的 但是身体这个电梯 代表了什么 也是一头雾水 这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第一位患者 他的一些情况吧 好的 这位患者的情况 一回请他自己来描述他的故事 但是呢 把他的整个的病情 我做了一个词条 我们有一个一节高于一节的阶梯 我呢来考考一龄 那比如说 这个患者一共有五个症状 根据你的经验 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 您给排排序 从低到高 首先呢 有肺部不适 化疗 拉肚子 确诊肺癌 外科手术 最怕专家扛我了 有点紧张 大家也帮我想想对不对 我们第一位患者 他有一句话 惊着我们了 他说他扛过了癌症 却没扛过拉肚子 我就觉得 我这拉肚子放到最轻 是不是也有问题 对 您很聪明 那个在这几个排序中 他应该到最后 到最后 我应该 把他放到最严重的地方 就把整个的挪过来 到这边了 那我们把真实的情况 给大家摆一下 拉肚子 尤其是入秋很多书啊 以肠胃不适 拉肚子 怎么呢 是最严重的 比得了癌症 化疗手术还严重 这样吧 我们请这位患者上场 来说说他的故事 他的经历 好的 掌声欢迎郑叔叔 好 来 中间请 您好 您好 您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郑平生 今年 今年61 61岁 刚才那句话说 扛过了癌症 没扛得住 拉肚子 您经历了什么呀 您先从头开始说 今年查出癌症的 我是等于19年年底查出来的 就是肺部做一个胸道 完了发现肿瘤了 我那个肿瘤是五乘七 我还当是毫米的 五乘七 您比比大概多少 鸡蛋这么大了 这么大呢 所以您一开始不敢相信是 厘米以为是毫米 对 我认为是毫米的 后来他们说是厘米 发现就这么大了 对 得了就面对吧 我也不在乎这个 真的吗 真不在乎 我爱人什么家里人 我都跟他们说没事 能够直面癌症 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对 首先面对癌症 您非常的豁达 对 该治治 该怎样怎样 可是到后来的拉肚子 却让您遭了大罪受不了 对 那个可受不了 那你说化疗吧 化疗是期间把难受 不化疗那就缓过来了 化疗我扛过去了 化疗完了以后 这是效果不错 这肿瘤控制住了 完了就开脂 肠胃不适 身上起皮疹 最后就拉 这人化疗扛过去了 拉肚子扛不过去 白天拉晚上拉 白天拉五六次 晚上拉三四次 你那睡不着觉 肠胃不是会疼吗 疼 肚子老咕噜咕噜 你一直上厕所不敢动我了就 就根本不敢离开厕所了 对 到那种程度 对对对 因为它反应来了 可能要必须要 它来了以后就 也拉不了多少 但是疼半天 哎呦 铁疼难受呢 拉着拉着人越拉 好汉金铺煮三毛鸡 这拉着拉着就人家 那时候瘦的也就是 我现在60公斤 那时候也就是50多公斤吧 50多 1米7 1米72 72差不多 50公斤 那是肯定都作塞了 对 实在不行了 找这个冯主任中医看了看 一开始效果还差一点 好像吃了肌肤药以后 明显见好 我这个拉肚子 跟那湿疹能止住了 那时候身上挠着 这儿挠破了 这儿挠破了 全给挠破了 特别的痒 那痒 那痒都弄了俩坏了俩 吃了多久的主要 现在剧继怎么样 吃主要吃了一年半了 一天跑几次厕所 那时候 现在一天就一次 就大便一次 正常了 那时候一天得个十次 早晚加的一些 对 对 对 差不多 天哪 住在厕所里的感觉 而且不停地肚子疼 所以现在感觉好多了 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 对 对 对 那肿瘤呢 各方面 肿瘤也是让冯主任给调 调得挺好的 一公分左右 已经缩小了 缩小一公分左右 好 真好 那我得谢谢冯主任 不客气 冯主任 当时找您的时候 是状态非常差的 那来的时候 面色是苍白的 就是那种一点力气都没有 再加上他有拉肚子 老捂着肚子 那时候精气神 可跟现在一点都不一样 说话有气无力 这不是一个人了 绝对不是一个人 那他就说 我求求你了 我这拉肚子拉得我实在受不了了 所以当年叔叔就是因为身体 大楼当中那个电梯出现故障了吗 对 通过我们的四诊合餐 它就是相当于我们人体里面的 电梯升降出了问题了 那我们就根据我的老师 那我们就根据我的老师 首都国医名师 吴卫平吴老师的升降理论 指导下给郑先生辩证论治 我们呢在起初很快 这个拉肚子就控制住了 那经过中西医结合的治疗 他的身体也抵抗力 免疫力也提高了 顺利地完成了后期的治疗 所以他的肿瘤已经从7厘米 到了1厘米 身体状态也比以前好很多 我们相信在后面的日子里 我们共同努力 一定能会越来越好 第一位人体大楼的住户郑叔叔 曾经打赢了癌症 却差点败给拉肚子 拉肚子每个人都经历过 难道真比抗癌还难熬吗 其实当我们体内的一对电梯 遭遇严重故障 这种可怕的腹泻就会发生 您体内的这对电梯 运转还正常吗 快听听专家怎么说 虽然经历了这样的痛苦 但是结果是好的 继续加油 也送您一份礼物表示感谢 谢谢 谢谢 健康好游 看油酸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卤花高油酸化成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香味多多 祝您越吃越年轻 谢谢 谢谢 身体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 祝您健康 谢谢 谢谢 祝您健康 谢谢 谢谢 叔叔分享了他的故事 让我们更加好奇了 我们原体大楼当中的 这电梯太重要了 它到底代表的是什么 请您给我们继续答案 好 其实我们人体 就像这个座大楼一样 里面住着五脏六腑 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 基本的物质基础 那气的运动叫气机 气机的运行形式 非常的多 特别的多 但是根据我们的理论 把它归纳为升降出入 就是说该升升 该降降 该出去的 该进来的都得有 那五脏六腑 还有气血 经络 它都是这个气机运行的 一个场所 它得动 它得有地方啊 那这气的正常的运行 就激发了这些脏腑的 正常的功能 才会有人体的各种生理活动 如果这个气运行失常了 一个是它本身脏气的功能失常 还有脏气之间的功能失常 那就会出现疾病 如果这气不动了 人的生命就完结了 所以这个气机的运行 对人体来说是最重要的 生命活动的现象 我明白了 我们老说人活一口气啊 不光有气啊 我们这个气得顺畅 要升要降 要进要出 它是有规律而在的 如果要是乱了的话 或者坏了的话 那么就像我们人体 这个大楼里的电梯故障了 像那位叔叔 他故障了会怎么样啊 产生了肥癌 很多疾病就产生了 可是是很像 我们生活当中的电梯 但是这些箭头有点奇怪 有的是往下走的 有的是上去的 我们知道生活中的电梯是 一个电梯就能升能降 能进能出 那哪些脏腑是往上走的 哪些脏腑需要往下走的 冯主给我们摆了一下 你看还真的是 有一些脏腑 它是往下走的 有一些就是往上走的 但有一些是重复的 是说它能升能降吗 是这样的 五脏六腑 其实它本身都是有升有降 它本身自身就是有升降的 但是它们之间又要协调 就你升我降 互相地协调 这个生理功能才能够正常 比如说每个脏腑 它都有偏好 肺 胃 大肠 都是煮降的 肝 皮是主生的 但是这个肺也有主生 你可能一连已经看到这里面 肺是两个 肾是两个 这又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就是说在肺 比如说它是主宣发速降 一听它的功能 它得往外往上 一个是帮助我们呼吸 另外把全身的营养物质 就从现代医学来说 它也是把代谢后 含氧的血液运送到心脏 通过心脏的搏动到全身 那在我们古代人 就已经意识到了 通过肺的宣发 才能让这个气血筋液 到了全身 那这个它就有宣的作用 另外呢 它又主降 因为它是主气机 整个人体的气 都是在肺的总丝下 所以它还得有下降 往下走 所以它是有声有降的 肾脏呢 也是有声有降 因为我们一般说 肾呢 主蒸腾气化 就指的是我们 全身喝的这水 今夜 它要化成那个营养物质 必须经过肾 就跟底下烧火一样 让它蒸气往上走 这就叫蒸腾气化往上 另外呢 肾又是主固舍的 它把什么东西都 就跟放风筝一样 拉着 不让它走得太高 那这个呢 它就是有声有降 其实每个脏气 它本身都是声降协调的 在脏腑之间 就更加的明显 我们吴老师呢 在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时候 强调 声降理论 在肺系疾病中的应用 它这里面呢 不仅是讲的 肺的宣发速降 就是它有声有降 同时注意到脏腑之间 比如说肺和肝 肺和大肠 肺和肾 还有脾和胃 这些一对一对的脏腑之间的升降 必须协调 我们的生理活动才能正常 如果这些呢 升降失调了 就会发生疾病 所以吴老师在这个 升降理论 重视肺系疾病的治疗 尤其是倡导了调肝理肺 这个呢 是吴老师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 通过这些脏腑之间的调整 就以通为用 以平为期 就是说所有的契机得调畅 而且要和平共处 相互协助人体才能够正常 很多叔叔阿姨都有一边 收看养生堂一边记笔记的习惯 可是有的时候说得太快了 记不下来怎么办呢 我们养生堂手机版正式上线了 请大家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的扫一扫 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描 关注金氏健康的APP公众号 点击下载APP就可以安装了 我们通过这个道具 包括您的讲解非常清楚了 了解到我们身体当中的电梯 它们是成对成对的 必须要有序有升有降 有出有入 而这个理论呢 也得来于我们和蔼可亲的 五位平五老 五位平五老是中的内科大家 飞兵大家 所以呢这个理论我们要珍惜啊 它不是随随便便我们就说出来的 是经过多年研究而得来的 刚才看到了患者也看到了这个效果 所以呢我们就要了解了 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电梯 哪出故障了呢 首先我们先说一说 刚才叔叔他的情况 他扛得住癌症肿瘤都没问题 化疗手术没问题 但是拉肚子受不了了 太遭罪了 那我大胆地猜测一下 他的这个升降电梯 是不是脾胃这一对升降出现了问题 你说得特别地对 因为脾胃呢 是人体升降的枢纽 我们一般说 升降肝肺主升肺肾主降 那么脾胃是一个中轴 它在中间窝旋 只有脾胃的升降功能正常 人体才能够正常 所以它是枢纽 就整个的升降的大轮环的枢纽 那这位郑先生呢 就是脾呢 我们一般是煮 生青 就是把我们的胃吃进来的东西 经过腐熟运化 它变成了气血筋液 到了大脑 我们才会耳聪目鸣 到了肺脏 才能够有元气 整个的身体 它是要升上去 胃呢 它那里吃来的东西 经过腐熟以后 往下走 就到了大肠 排泄到外面去了 那如果这个脾胃的升降功能 失常了 该升不升 该降不净 就会出现恶心 呕吐 那像这个郑先生 就是在化疗药物的打击之下 脾胃的升降功能出了问题 所以他就 拉肚子一天拉十几次 没有力气 整个的白细胞降低 整个倦怠无力全都出来了 您是怎么给他调的 也是用到了吴老 他针对于调理脾胃 契机的一个思想 给他进行的调理 对 我们就用了吴老师的经验的方 补中义气汤 身灵白竹 其实郑先生 我就是在这两张方子的基础上 进行加减 补中义气 它是不义中气 生阳局限 子宫脱锤啊 胃下锤啊 这些从中医来讲 都是中气下腺 你像郑先生 到后期拉成那样 都坐在厕所里了 那也有中气下腺的表现 所以他呢 就觉得内刚没有坠胀感 所以就用了这个补中义气 其实补中义气 不光是有升体 在吴老师的理论中 他也是含有升降 因为肝是升降的起始的枢纽 这是吴老师的观点 那在补中义气汤里面的柴壶 就是调理气学 开合的一个重要的药物 那另外一个方子呢 身灵白竹 身灵白竹 它是健脾 诞肾立湿 为什么它老拉那么多呀 就是水 它不走正常的 走了偏门了 全变成了糟粕 所以总是来拉 那这里时候 我们就不光是要升体 还要健脾肾湿 把这个水 让它该走的走掉 该留下的留下来 给我们营养身体 它才能恢复健康 那这个呢 就是吴老师的理论 我就是在这两张方子的 加减下进行调整 我们的曾先生说 吃了七副药以后 基本上拉的次数 就明显地减少了 而且看到这边 确实是有些药 它就是管生的 有些药是管降的 对 这里面呢 比如黄芪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补育中气 大补元气的一个大降 生麻 它的名字来说 它就是生啊 它得生起气体向上 柴芙也是引药上行 戒梗是走肺气 引肺精的 那党参 白竹 芙苓 这几个药呢 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四菌子汤 加上枝干草 就四菌子汤了 当归是补气养血的 它相对的 这几位生的药 这几位药相对的是酱 我们所说的 所有的生和酱 都是相对的 没有绝对 好 这是药方 给我们郑先生 治的 调理的那么的好 当然了 如果有相关的问题 要找专业的医生 用这样的药方 进行加减来调理 可是今天我们冯主任 也给大家带来了 特别好吃的药膳 也可以调理我们 身体大楼那个电梯 能让它好好的升降 让我们远离疾病 更加健康 尤其是入秋了 很多时候阿姨都反映 肠胃不舒服 太难受了 我们现场有没有 脾胃最近比较虚弱的 咱们上场 请专家来瞧一瞧 然后也给您尝一尝 专家带来的药膳 欢迎阿姨 刚才看到您举手了 您是肠胃哪不舒服啊 我胃不舒服 疼 吃不下东西 多长时间了 稍微一入秋的时候 就是这样 那有拉肚子的情况吗 一阵一阵的 吃凉的多的话就会拉 入秋了 这个脾胃感觉变化很大 对 我们请冯主任 给您问诊一下 每一年都这样吗 有两三年 我看看舌头 好好好 其实我们看这个阿姨的舌头 它是一个淡红舌 薄白胎 但边有齿痕 这个我们养生堂的 老朋友们都知道 看见齿痕就提示脾须了 而且还有虚寒 脾胃虚寒才会 进食冷饮食 会拉肚子不舒服 所以现在可以肯定是 它的脾胃功能有问题 升降也有问题 对 只有升降功能出现异常 才会有一会儿疼 一会儿拉 有时候还会有恶心 不舒服这种表现 对 我也有恶心 有恶心 你看越问感觉越准了 说的就是自己 电视机前 还有现场的叔叔阿姨们 找到正洁了 如果您跟这位阿姨 有相似的一个情况 入秋了 疲惫就开始不舒服 喝这碗粥 请您品尝 来 因为我刚才 冯准说了 需要慢调 用药膳来调 这碗粥就不错 您先尝尝 然后猜猜里面有什么 味道如何 甜的 什么味儿 甜的 甜的 您是不爱喝甜的还是 我是糖尿病 所以我对糖比较敏感 有任何甜的都不敢碰 对对对 但是我们负责任说 绝对是没放白糖的 这还有什么东西啊 或者放了什么 您觉得会有甜味啊 福灵 福灵 有吗 不知道我 我也是不清楚的 只有专家知道 那您觉得甜味的来源是哪呢 甘草 甜味的来源 不像甘草 好喝吗 挺好喝的 挺好喝的 如果糖尿病患者的话 其实可以泡茶 不用煮粥也可以吗 可以 就像这个里面 我觉得您能尝出福灵来 就说明您已经太棒了 能尝出福灵 真的有福灵 确实是有福灵 但是不止福灵 不只是福灵 那可能粥的 您尝出来那味是粥的 那种甜甜的味道 它不含糖 那我们来给揭秘一下 您这样 先跟我们说说这个粥的功效 好 这个呢 其实是 我们从一个古方 七味白竹散 来加减做的这碗粥 那七味白竹散 有七味药 就生灵竹草 这就是四君子汤 健脾味的经典方计 那它原本里面有火香 有木香 火香是放香去灼的 这不进了秋天了 如果在夏天 我就会推荐大家放点火香 它可以去食 去暑 还有那个夏天容易咱们 尤其在桑拿天的时候 就叫会灼之气 它可以去灼气 去灼 对 那还有一位是木香 木香是礼气止痛 那这里面呢 我觉得像调养的时候 它这个就有点燥 会把它去掉了 甘草呢 我们也没加 就吃甘草会有水肿 所以而且用不好 会有甘损伤 所以我们不会建议 在我们的这个 饮膳食调养中用 那它剩下的呢 它有一位葛根 前面几位呢 是健脾味的 葛根是鼓舞 胃气上行 止泻的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的呢 党参 白竹 茯苓 实践脾味 是相对降的 葛根是主生的 所以这样呢 生降调和脾味的功能 就会恢复 尤其对于长期有腹泻 它可以有一个调理的作用 另外呢 葛根其实呢 也是一个美容的食品 是吧 好多人都知道 女性用葛根 长期用会有美容的作用 刚才那个阿姨说了一条 她是糖尿病的病人 我们这里面呢 有茯苓 有葛根 有白竹 似乎好像这里面 都是含糖分比较多的 但是药物 如果适量地用 它不会增加血糖 葛根含有降糖的作用 那这里面呢 白竹我也跟大家分一分 白竹我们呢 对于药物的泡制 它是有特点的 大便干 生白竹可以通便 润肠通便 但如果是拉肚子 就用炒白竹是健脾 拉肚子比较时间长 要用胶摆住 就炒的时候 把它要炒焦了 它健脾的作用就好 那刚才呢 您又说了 您一受寒 就会胃不舒服 拉肚子 那我建议您在做药膳 个体化药膳 您可以加两片姜 干姜 它是手而不走 那您这样 它就温中暖胃的 那生姜是发散的 如果是恶心啊 觉得有点受寒了 用生姜 平常脾胃不好 胃凉用干姜 这样就给您一个 个体化的药膳 谢谢 哎呀真好 大家都羡慕这位阿姨吧 我也想要个体化的药膳啊 刚才说的这碗粥里面 都有什么 记清楚了吗 不太好记啊 但是自己也想用 想要在这入秋了 有点寒凉的时候 调了一好自己的脾胃 还想美容养颜 还想让我们的免疫力 更好 更健康 那这样吧 给大家一个福利 您拿出手机扫二维码 关注养生堂的 微信公众号 然后输入今天的主题 升降 这个词 您就可以获得 我们这碗药膳粥啊 具体的配方了 里面的量啊 包括怎么服用啊 它的禁忌啊 包括要不要加减姜片啊 我们把具体的内容 刚才您讲的内容 都放进去 您这样做粥的时候 还是泡茶的时候 招着看就行了 方便多了 掌声感谢阿姨 人体大楼的升降出入 要想正常 光维护好脾胃 这对电梯可不够 第二对电梯一旦失灵 危害更加严重 年仅53岁的患者 因缺乏对这对电梯的维护 竟然迅速进展为呼衰加心衰 健康好油 看油酸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香味多多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纽崔来自然守护你 北京卫视养生堂 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 安利纽崔来 坚持自然道地原料 守护您和全家健康 我们人体大楼的第一组电梯 就是脾胃 那么第二组电梯 是什么脏腑的升降 我们要调整好呢 还记得 刚才说的第二位患者 那是一位五老的正式患者 写在他的议案当中的 是的 他经历了什么 有没有和我们生活当中 自己的身体情况 相似的地方 这样我们去那边瞧一瞧 了解一下 好 好 这边请 这个人真的是 太痛苦了吧 这面色也太不好了 这位患者他怎么了 我还记得说 他又是心衰 又是呼衰 对 挺痛苦的 特别小的时候 就开始抽烟 慢慢地先是咳嗽 咳痰 喘 喘 逐渐地就出现了水肿 你看这画的这颈静脉怒张 血管的充盈 我们在看病人的时候 他两个眼睛水汪汪的 就那个就跟有水似的 这叫球结膜水肿 这个脸色化的呢 他就脸身上全都是肿的 夏天来看病 穿着棉袄 棉裤 特别的冷 另外一个呢 喘气 稍微一动环就喘 就是本人呢 他就说 我坐在那儿就是好人一个 只要一动就喘 那这个呢 就是他的一些典型的症状 紫肝 你看它是紫的 脸 手指甲 全都是淤血 所以它是肺心病 心衰 呼吸衰竭 对 真是够严重的 但是他身上的一些小症状 比如说咳啊 喘 很多时候 一到秋天了 就会有 而且怎么调都不容易调好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借鉴的 那他身体当中的 什么电梯 哪个脏腑的升降 出现了问题啊 肺和肾这两个脏器 他们俩本身就是 又能升又能降 但是在我们的呼吸的过程中 我们常有肺为气之主 肾为气之根 如果这个根没有了 它就一动就喘 所以呢 这个病人呢 首先从这个喘 一动则喘 就发现了 它的肾的纳气功能 固涉功能失调了 肺呢 是宣发 它肺不能往上走 肾不能往下降 所以它就喘憋 动着喘 而且还有其他的表现 上下升降的功能来说 一个是肺和肾 另外是脾和胃 当然在它来说脾胃是次要的 主要是肺和肾 两脏的关系失调 就肺肾这个升降的电梯 发生障碍了 所以它就出现 咳嗽喘 一动话就喘 还有全身的水肿 所以很多叔叔阿姨 一到秋天 咳嗽喘 肿 找不到原因 就觉得只是肺的问题 其实还有肾呢 它不是相互关系的 要升降有序的 要出入的 有这个规律顺畅了 才能把它调好 这是肺和肾 出现问题 到了极致的一位病例 但是他后来怎么调好的 吴老给他调了一下 用了什么方法 吴老师呢 也是用这个肺肾的升降理论 来调整这个患者 我们刚才说了 他一动话就喘 一个是肺不能主气 还有肾不能纳气 另外一个呢 他的水肿是肺的 通调是那个水道 还有肾的 蒸腾气化功能失调了 所以吴老师就用了 桑苏桂林饮 蒸五汤 春泽汤 三张方子进行加减 这个病人用了没多久时间 棉袄也脱了 水肿也消失了 喘边明显的减轻 这么严重的问题都解决了 那么我们身体当中的 肺肾的升降失调 腻乱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不一定非得真的到了肺心病 呼吸衰竭 心脏衰竭 这是严重的情况 咱们稍微有一点症状 就应该开始调理了 这样我们回到舞台中间 继续来给大家揭晓 好 好 看大屏幕 这些表现提示 肺肾气机出现了时长 那些具体的表现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自己怎么自测一下 大家认真听啊 看看自己身上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好 如果平常我们挺好的 运动以后觉得气短 这是提示肾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 就是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 如果出现了一动化就喘 您要小心 可能这个病位已经不再肺了 已经到了肾了 这个运动之后 比如说拖地 不一定是长跑 对 做了大量的运动 有的人呢 如果在严重的时候 刚才那个人稍微一动 我们见过最严重的 梳头都梳不了 这是最严重的了 梳头都会觉得有点喘不关系 对 举不起梳子来 那这个呢 对我们生活中太简单了 但对这个严重的肾虚的人 就有这种表现 那在早期的时候 就是活动以后 大量活动以后 原来我可以爬五层楼 突然我就能爬三层楼了 那你就要考虑 会不会这个已经到了肾了 还有一个水肿 水肿 肺 皮肾 三脏 都会导致水肿 瘀血我刚才也讲过 它和气的运行都有关 所以我们呢 典型的是喘憋不能平握 那病人说 大夫呀 我就躺不下 我只要一躺下准咳嗽 那另外呢 我在这也提醒大家 从西医的角度 现代医学角度 比如说慢性的咳嗽咳痰 好多人都常见 如果出现气短 要小心慢阻肺 慢阻肺呢 它是气短 是它的标志性的症状 如果过街天桥 走不过去了 又有吸烟 或者是粉尘污染的接触史 加上平常的咳嗽咳痰 那就一定要小心 做一个肺功能 所以提醒大家 我们一看到肺 就想到咳嗽 嗓子不舒服 关键的一个症状是气短 最近老是觉得这气不够用了 干点什么活 以前能干的 现在总是觉得憋喘 然后有点难受的 咱们要注意了 肺肾的气肌失调了 当然了 严重的咱们应该及时就医 比如说找冯准这样专业的医生 我们去瞧一瞧 看一看来治病 那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怎么调 肺肾的气肌呢 也有药膳的 大家早就盯上这儿了吧 桌子上有好吃的 东西真不少 我们一个个介绍吧 先介绍哪一个 中间这个呢 是白果大米粥 白果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到秋天的时候 银杏的果子就是白果 好多的叔叔阿姨 都会在公园里捡白果 我在这儿给大家做个提醒 白果呢 是一个收色炼肺定喘止咳的 一个药材 但是生白果有毒 白果的量一定要适量 而且一定要熟食 那白果呢 我们一般在吃的时候 一定是包去了 它外面的硬壳以外 还有那个红皮 就里面那薄薄的那层膜 就跟花生的红衣似的 那一层得拿掉 还有呢 白果煮成半成熟的时候 把那个尖头 就大头的那头朝上挤一下 会出来一个白色的芯 那是白果的芯 毒就在那儿 白果的芯是有毒的 对 所以一定要白果芯去掉 白果的外面的红皮去掉 熟吃 这样呢 它的毒性就会小 而且要浸泡一晚上 我们不建议吃生白果 生白果吃多了以后 就会中毒 比如说 你吃了生食 生的白果以后 没有去芯 又生着吃 吃完了以后 轻的会出现恶心 呕吐 拉肚子 严重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精神的障碍 比如头孔散大 昏迷 紫干 严重的会要命的 所以大家这个 真的是不能生吃 千万一定要注意 像比如说 我们在餐馆里 也会有那个 盐居白果 是吧 那我们吃的时候 有的餐馆 它不一定知道 这些小道理 您一定要看那个 有没有芯 有芯 千万要少吃 在我们的要点里 也就六到十克 那在现在生活 好多人就会问 你别跟我说 六到十克是多少 几颗 那我吃几颗 对 一般呢 如果是熟吃 一天不要超过二十个 每一次吃五到六个 那你可以分三到四次吃 煮粥的时候 放几个就可以了 小孩要减量 两到三个就可以了 那大家说了 小孩也会吃白果 补肾啊 定喘呀 小孩是致阴 致阳之体 其实最早的 我们的六位帝皇丸 是出自于小儿 药症直觉 它是对小儿 先天肾气 没有发育好的 补肾的一个方子 后期才用于 我们年老体衰补肾 而且呢 小孩呢 他原音原样没有长 他致阴 致阳之体 没长好 也有喘 有壳 也可以用 但一定要更少 两个就足够了 哦 好 白果是好东西 但是要记住怎么用 我以前有一位 布音老师 年纪比较大了 他特别喜欢吃白果 他还老问我呢 说听白果有毒啊 到底怎么吃 今天全解答了 是吧 皮儿不能吃 芯儿不能吃 加热来吃 要注意用量 对 煮白粥 怎么煮呢 就是和粥一起煮就好了 对 就像他把粥煮黏了 这个白果也差不多就熟了 适合人群 就是容易咳喘的人群 对 咳嗽喘 我们平常可以用点白果粥 但是一定不要过量 好 我们再来看 还有一个茶 山鱼茶 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味山猪鱼 大家要喝这个呢 它会是一种酸酸的味道 原本它是补义肝肾 那其定喘的一个药 在《医学中中参西录》 这本书里面 对山鱼肉指出来 它是定喘第一药药 对于气血阴阳亏虚 就这个气血阴阳药 耗散的时候 它都是收敛的重要的药物 它那个书里面 记载的一个病例 我记得特别地清楚 它就说一个 五十多岁的一个女性 原本就有咳痰喘的病史 突然受粮以后 这个人就要大气要绝了 来的时候一摸麦 都已经戏如线 已经没有气了 觉得好像 家人说就放气吧 我们不救了 就开始准备棺材了 他摸摸麦 他说这个肾气的根还在 就是说你家里有什么东西 说原来抓了好多药 从里面挑了挑 里面正好有山鱼肉 就挑了四两的山鱼肉煮下去 频繁地喝 这个病人就缓过来了 后面呢 又用了人参啊 其他的一些方计的条理 康复了 效果这么好 这个是在 医学中中参析录里面的记录 那在我们的后面的 好多的方子 比如说定喘神奇丹 里面也有山鱼肉 我在临床中 有一些病人 比如说慢足肺 哮喘 兼致病 或者是肿瘤的病人 晚期 肾气不足 一动就喘 我也会用定喘 神奇丹 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平常如果在生活中 已经有肾气 亏虚了 喘憋 可以用这个山鱼肉 代茶饮 代茶饮 我在这跟大家讲一个窍门 并不是说把它泡在水里 喝了就行了 一定是 就像比如家里有养生糊 一定要煮 要煮 煮完了以后 它的药才能出来 泡了以后 它的药性是出不来的 那这样煮完了以后不够了 我们再加水 再蓄水 这样呢 长期用 对一些一动就喘的患者 这个呢 是有一活生生的案例 我在那个通州 有一个病人 他是一个慢足肺和病肺纤维化 特别重 脸紫的跟茄子似的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吸的药 就各种吸药全用了 因为我本身也是搞中吸结合的 吸药的方法也都用了 还是喘得特别厉害 我就问过他 我说你吃这药酸吗 不酸 当时给他用的山鱼肉 四十六十克 他都不觉得酸 天哪 就是常常我们就说呀 你要觉得特别酸 我们可能就是变正没变准 如果变准了 他一定不酸 但如果有的人用完了 觉得胃酸啊 烧腥啊 那可能从中医来讲 是正后没选 对 就是没适合他 不适合他 这两个药膳又特别的简单 又好操作 那具体的课数是多少 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有什么禁忌 这样我们也给大家福利 拿出手机 扫二维码 关注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输入今天的主题 升降 我们把这个药膳也放在里面 如果您觉得对症合适的话 下载到手机 根据这样里面的一些提示 自己泡着或煮着 来吃来喝 还有第三个电梯 脾胃和肺肾这两组电梯 您学会维护了吗 还有第三组人体大楼里的电梯 专爱在女性和慢病人群乘坐时发生故障 养生堂书友俱乐部成立了 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加入会员 有机会获得养生堂最新的2022年健康杂志 还有机会享受专业团队一对一的全年健康服务 健康好油 看油酸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香味多多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还有第三个电梯 其实也是我们今天专家带来的第二位 真实的患者 他来到了现场 我们请他来说说他自己的故事 来掌声欢迎 你好 阿姨您贵姓 我姓梁 我今年53岁 前年吧 十月份我连狱咳嗽了三个多月 什么药都吃了 完了就是症状还是不缓解 完了我也特别爱生气 你看我要休息不好吧 肯定我爱人他也叨了我 就说我 我让你怎么着 你不怎么样 我一听我特奇迹 我也生气 也不能躺下晚上 一躺下咳嗽 还喘 那段时间我都焦虑了 所以到这里来 主要是吐槽自己的老公爱人 对 老惹我们阿姨生气 对对对 叔叔在吗 来了吗 没来没来 电视机能看到 看 都造成了阿姨说 咳喘那么严重了 是 我也是有一点小感冒引起的 去找冯主任了 完了冯主任到那以后 给我一调理 我就吃了两剂药吧 我觉得效果就特别明显 喉咙就湿润了 也特别凉快 就是一下就舒服了 后来吃了七剂药以后 其实也好了 后来我觉得我这个病都 已经很长时间了 我说我找主任 我再巩固巩固吧 得 现在主任都成了我好朋友了 所以您这段可喘多长时间了 是经常反复吗 还有什么其他的慢病和特点吗 我就是很早我就有慢性肢气管炎 我只要一感冒吧 就疗程特长 好长时间就是每次病情的 对 特别皮 好 总结一下阿姨的一个情况 这个慢病 慢性肢气管炎反反复复 稍微一感冒 咳喘得非常重 尤其是自己的爱人 在一跟您吵点架拌点嘴 这个情绪这个火一上来 非常难受的 本身有更年期吧 他可能是就是 自我检讨了 对 开始往回走了 自己也特别敏感 对 也有关系啊 也太可惜了 叔叔今天没来 咱们把这个夫妻关系也调解一下 身体调好了 其实人家说可能也是为我好 是吧 我现在想可能真是 其实我们专家经常说 情绪上的问题 可能也是身体本身出现了一些疾病 而导致的 当时找您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记得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 她是因为刚生完气 来的时候咳嗽 哐哐哐哐 那声音特别洪亮 那个一进门 在楼道里就听 哎呦 这谁啊 咳得这么厉害 那之后呢 她跟我说 那个来的时候就觉得 觉得两肋茶得特别胀 憋得的话 晚上躺不下 就这种情况 当然从我们中医来说 它是叫肝火犯肺 也是用吴老师的调肝理肺的方法 调理肝肺的契机 让人体的肝和肺两个脏器的升降出入协调 肝和肺出现问题 会出现这种咳啊 喘啊 甚至脾气不太好的一个情况 反反复复 现在知道了 也知道应该怎么调了 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药膳 我们也准备好了 一会儿也交给大家 如果您跟阿姨有相似的情况 这种咳喘老师反反复复 慢性直取管炎 也可以日常生活当中 吃这个特别好吃的药膳 一会儿我们来揭晓一下 也掌声送给您 谢谢阿姨 我送您一份礼物 表示感谢 健康好游 看油酸 阿姨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卤花高油酸化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香味多多 祝您越吃越年轻 谢谢 谢谢阿姨 谢谢您的分享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掌声感谢 所以阿姨现在状态那么好 然后说话也轻声细语的 没有那么大脾气了 也不咳不喘了 用的就是吴老的 四逆伞加卸白伞 对 当然了 这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用的 我们知道了 阿姨的问题是 肺和肝 生降 出现了一个问题 对 它是因为肝气 瘀制 肝欲化火 我们叫 木火行金 这个木就指的是肝 金是指的是肺 因为肝欲化火 是有了火又热了 导致了咳嗽 就是他觉得 脸红脖子凸 胸闷别气 这些表现 这个里面呢 刚才我们这个患者朋友 跟我们讲的是特别的好 一个呢 就是平常爱生气 比较敏感 好多的事老想不开 另外呢 胸闷 憋气 两肋 茶子障 有的人呢 会甘胃不合 会出现打嗝 爱气 这个呢 都是甘气不输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好 这是什么呢 跟大家说 特别好吃 我生活当中 也会熬一点它 但是我们 好像道具老师做错了 我觉得 幼皮 对 我觉得做错了 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呢 我都把这个东西的皮去掉 然后来煮 再加上它 是什么呢 直接跟大家说了 就梨 煮梨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都把皮去掉啊 你看 都跟我一样 这都是我的家人 都一样的方法 因为吃着也不好吃 有那皮 有沾嗓子 多难受啊 我们今天是不是做得不对 应该是去掉皮 然后再和旁边的 这个是穿背吧 煮在一起 对吗 好 那个伊林犯了个错 我犯的一个错 我要犯错 大家都犯错了 都点头了 是 我刚才看见了 所以我就想了 这个错咱一定得揪 这个梨皮 是一味中药 润肺止咳 还有一个呢 这个穿背母 大家看吧 它特别的硬 不容易煮熟 不像咱大米粥 我煮十分钟 八分钟就煮好了 这个最少得煮半个小时以上 一般呢 我们做的时候 应该先泡一个小时 就一般是用那圆润的糯米 它有养胃的作用 这叫陪土生金 就是贱皮 皮为肺之母 把这个皮养好了 妈妈撞了 孩子才撞 那所以这个呢 叫陪土生金法 把它和米先煮 煮二十分钟以后 再加上带皮的梨 煮二十分钟 连皮吃掉 才会润肺止咳 那这个梨有讲究吗 什么梨更好 历秋之后 气温渐凉 秋燥随之而来 人更容易阴虚火旺 失眠多梦 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 有机会获得养生糖 调理高方 及改善睡眠方案 让您睡眠好 身体好 很多叔叔阿姨 都有一边收看养生糖 一边记笔记的习惯 可是有的时候 说得太快了 记不下来怎么办呢 我们养生糖手机版 正式上线了 请大家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的扫一扫 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描 关注金氏健康的APP公众号 点击下载APP就可以安装了 登录APP之后 要点击节目 就可以看到节目的笔记 还能够一键收藏 养生糖献给亲人的爱 那这个梨有讲究吗 什么梨更好 一般的所有的梨都可以 但我们一般都用雪花梨 皮比较厚一点的雪花梨 那皮厚啊 那有个梨的作用 又犯错误了 每次都挑那皮薄的 那多好嚼 皮厚的 然后汁水多的雪花梨 对 煮川贝 川贝的量呢 一般我们在家里 如果川贝蒸梨的时候 用川贝粉 就川贝不好打粉 但是现在有卖的川贝粉 那一克两克 把这个梨 从五分之一的地方削开 把糊拉掉 川贝粉搁进去 把这个梨盖要盖上 用牙签扎好 蒸三十分钟四十分钟 连皮带汤一起吃 因为咱们般蒸梨都放在盘子里 那个水别扔 把它喝了 那里面有川贝 那个川贝也吃了 那这个呢 川贝我们在蒸梨的煮粥的时候 这个煮粥的时候 把它敲碎 这样它的药作用才会出来 也是三到五克 差不多三到五克就可以了 所以记好了 梨皮是药材 药流还要选那种梨皮厚的梨 才能更好的润肺止咳 今天我们养生厨房 有一道非常棒的健康美食 健康好油 看油酸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香味多多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我们进入卤花养生厨房 张老师要给我们推荐一个 有些神奇的宝贝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 那这个样子特别特殊 是一个三颗植物 它的叶子是像一个掌形 所以我们也叫它五爪龙 关键是它的味道 味道带着这种奶香的味道 关键是 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补气的食材 被我们国一大师邓铁涛邓老 他还认为 这个东西特别的好吃 同时 它还有很好的补气的作用 就类似黄棋一样补气的作用 但是黄棋到了南方 地区很多人吃得上火 而这个东西 补气而且是不燥的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秋季的时候 补气来食用 所以给它起了一个 特别好听的名字 叫做南黄棋 也叫南棋 那今天张老师给大家带了 这个神奇的宝贝 叫做南黄棋 但是您刚才说的 它还带着这种浓浓的椰香味 是的 这个不太敢相信 我给你看一下 我手里拿的这个 您可以闻一闻 看看是不是带着椰香味 看着像是一堆草 像是中药一样的 对啊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牛奶木 那我要替大家来闻一闻 细闻起来 我觉得是带着一点点这个香味 但是没有那么浓是吧感觉 它这个一定要经过烹饪以后 它会才能把这种药材的味道给激发出来 你首先你试一下这个用水泡发过的 它效果就会比那个会好一点 看看 您还别说 我觉得现在经过水泡之后 它的这个香味就更加的浓郁了 如果是去做了肉类的东西 它就会效果就会更好了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做个这个炖汤呢 它跟鸡结合的非常地完美 我们用整只鸡 骨头多的我们拿来炖汤 肉的我们拿来焗 一只两只真的很合适 家庭版也会 鸡肉是物尽其用了 是啊 好 这个我们就拿来煲汤 鸡翅膀 鸡翅膀您算是 它算是边角料吗 就是骨头多一点 它有骨头的炖汤会更鲜 好 那我们就用这个鸡身上带骨头 锅的部分是炖汤 这也算是一个小的秘诀 大家可以记一下 再放一块瘦肉下去 快瘦肉 它也会提鲜 然后再放点细 放点什么吧 细根的 好 大概这么多就可以了 大概50克吧这里 我刚才发现大厨带来的这个南芹呢 比我刚才给你的这个 好像要粗很多 那个好像都是细枝末节的 感觉是须根 这种根是最好的 就是细根它会更加浓郁香 不要还是靠那个皮 里面那个树根的那个皮 会比较香这种 好了 那么我们就把粗的拿去炖汤 好 像这种有细的 还有粗的 我们把稍微粗一点的拿去炖汤 但是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炖汤 一定要纯净水 所以我们炖汤的时候 这水也很有讲究 我说要用这个纯净水 叶叔叔说就跟我们泡茶一样 这个水质不一样 茶的颜色味道也是不同的 对 完全是不一样的 加一小块姜 加进去就可以了 一定要把它封密实了 这个炖汤 肉味还有那个药材的味道 都封在里面 要需要拿保鲜膜 对 替代那个锅盖 给它封一下这个表面 对 好 我们放进去 大概我们要等待多长时间 大概两个小时 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 对 上汽以后两个小时 好 接下来我们做另外一套鸡的吃法 我们先把它调一下味 好 先我们给它放一点点蚝油 这个是盐 放点生粉 它没那么柴 那不光是鸡肉的原汁原味呢 还有我们加入的南奇的 带着椰奶汁的香气呢 是的 他们香气得太好 今天给我们带的这个神奇的宝贝 叫做南奇 那它跟黄奇在功效上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呢 首先我们说它共同的 都是有补气的作用 有文献介绍 邓铁涛邓老对于治疗重症肌无力 你看重症肌无力很没劲儿 这种状态 他就会用这个南奇 来给它应用了 关键呢 这个黄奇 我们称之为北奇 就是北方生产的黄奇呢 效果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它要是在秋季偏造的时节来用呢 它就可能会补气 同时会容易上火了 而这个南奇最好的效果就是 它温润补而补躁了 它是非常平和的一个补气的作用 关键它还可以有健庇 还能补肺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这么好的一个宝贝 我们只知道它叫南奇 那么到底它的真面目是什么呢 如果电视机见您想此时此刻就了解的话 现在就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关注养生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在最下方的空白处搜索关键词南奇两个字 被国义大师邓铁涛先生称之为南奇的这种药材 到底它的真面目是什么呢 就可以获知了 那咱们的这个南奇是怎么使用的呢 是直接加入到这个鸡肉当中吗 等一下 你看一下 稍等一下 马上就来了 锅里放点油 做好菜 用好油 今天我们做菜熨油是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健康好油看油酸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香味多多 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好油 冒烟了 就放下去 要比较热的时候 原来我们这个南奇是要下锅炒一下的 把这个香气给逼一下 这个香气已经出来了 没错 扑面而来 原来这个南奇还有这样的用法 一般我们都是爆三香 然后再去炒鸡肉 放进油里的那味道一下就出来了 腌奶香比刚才你闻着这个 干的时候要浓郁多了吧 没错 而且我觉得它的这种香 是那种倾人心脾的那种香 对 你喜欢用鸡的时候 一定要不能选择老鸡 好 就是香气大出 然后就可以放鸡肉了 对 好 我们把盖盖上 那今天大厨给我们做的是一道鸡肉菜 如果鸡肉加黄奇就可能会出现一个 这个制气的问题 叫补气可能会出现一个太过了 而气会制在身体里头 那起不到这种效果 那如果要是用上这个南奇呢 那就起到了我们说国医大师 邓铁涛老先生 治疗就会补而补造 同时还能够行气化湿通落 这么好的一个宝贝 我们只知道它叫南奇 那么到底它的真面目是什么呢 如果电视机见您呢 想此时此刻就了解的话 现在就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关注养生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在最下方的空白处搜索关键词南奇两个字 被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称之为南奇的这种药材 到底它的真面目是什么呢 就可以获知了 好 现在香气已经真的是 不知不觉我们的鸡基本上差不多了 对 来 我们开盖看一下 看一下熟了没有 好香啊 虽然盖着锅盖 但是那个香气已经扑面而来了 这个时候已经闻到了浓浓的椰奶的香气了 让我感觉突然想起了 我以前吃过的叫椰子鸡 就是直接拿椰汁来炖的这个鸡肉 原来用这个南奇也能够起到同样的效果 等一下你可以打两碗米饭来试一下 我有点客不及待了 没错 颜色就特别的金黄 这个是鸡胸 要彩一点 对 虽然说只是刚才叶大厨加了很简单的两个调味料 但是吃起来这个鸡肉是特别的鲜美 做法又极其的简单 这道菜我学会了 但是它的这个关键点 就是它的这个精华所在就是这个南奇 那张老师是不是给我们赶快揭晓一下 到底这个神奇的宝贝是什么呢 健康好油 看油酸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香味多多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那这个药材呢就是被国一代师邓铁涛老师 称之为南奇的五指茅桃 那因为呢它的叶子呀有五指向爪形的 然后它的小果实呢带着毛像我们小桃子 但它真的不是桃科的植物 而是桑科的植物 所以呢 功效呢却是有着非常好的补而补造 补气同时还可以输筋活络 行气又补气的作用非常好 我原来以为五指茅桃吃炖汤特别好吃 没想到这个五指茅桃可以这么简单的 做这种生居的这种鸡肉来吃 嗯 里面的这个鸡肉不仅闻起来 有这个浓浓的椰香味 吃起来更有那种浓郁的味道啊 嗯